老师们一定要听过来了 非常重要的点 如果你在学习拉丁舞的时候 没有掌握这个点 或者没有人跟你说过 那么你的拉丁学习家的 OK 我太难了 Hello 大家好 那么我是你们的王老师 今天这节课 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拉丁舞当中最重要的 家长和老师们 一定要听过来了 非常重要的点 如果你在学习拉丁舞的时候 没有掌握这个点 或者没有人跟你说过 那么你的拉丁学的就是假的 OK 好 什么点 首先我们知道 跳舞会让人有气质 那么怎么样有气质 一定要掌握这几个点 哪几个点 先是我们的身体的束缚感 我们的垂直 然后是我们的对抗力 如果是你没有从生活状态 进入到舞蹈状态 那么你就没有气质 那么怎么样进入 你所有的力量 是从地板拉起来 臀部向下推住 腹部向你收住 腹部薄薄的 腿长长的 腿在对抗地板上 屁股在对抗我们的腹部 胸椎再往上拉住 耳朵向上立住 肩膀向下压住 所以你看我站在这里 一共有几个力量 下 上 前 后 左右 它都有一个这个力量 你一定先是有束缚感 有对抗 对 你所有的移动 都有这个状态 先 OK 不是生活状态 就开始了 没办法 你这样子 你都没有能够在舞蹈里的状态 那么说明你是错的 OK 这个非常重要 其次 在舞蹈里 我们要强调 所有的垂直 你怎么样去移动 怎么样去放纵心 这个非常重要 王老师要看到非常清楚的 三点一线 哪三个点 就是我们的头 胸 胸 胸椎 肚脐眼 这三个点要一起移动 转移 保持在舞蹈状态里 移动 转移 移动 而不是 这样动的 对吧 那你们就跳科目三了 哈哈哈 哈哈哈 OK 所以 这几点你学会了吗 下课 nice 我的妈好像没电了 记得关注再走 我 好 我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